在史迪威为主的美国军方高层的考量上面 他们是认为说中国战场的战争 未来的胜负主要还是应该要取决于 陆地上战争是否进行的顺利 而陆地上的战争进行的是否顺利 一个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陆地上的补给线 这就是为什么史迪威当时要在印度这边 训练所谓的中国驻印军 后来一部分的物资给了在云南这边 准备向颠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 也是接受美国的训练 因为他认为说唯有从云南到印度 打通一条经过缅甸北部的这样的一条补给线 才有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赢 可是陈纳德并不这样认为 陈纳德他认为说 这个中国的物资是那么样的有限 所以如果你把大量的物资用在 所谓的打通路上交通线这一项的话 会造成物资运用上不经济 陈纳德认为说应该要优先补充 美国驻华空军 以后来飞虎队扩辩的第14航空军 应该优先补充给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说 只要美国愿意维持一个500架飞机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14航空军 在中国战场的存在 他就有信心用这一支空军 重创在华的陆军 或许没有办法把在华的日军彻底击败 但是绝对可以重创 所以史迪威跟陈纳德之间的纷争 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观念之争 到底这个战争是要从陆地上进行 还是从空中进行 所以有些学者他就今天我们在回顾 这个两人的这个争执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纳德将军的观念太先进了 从空中打赢战争 这样的观念太先进了 反正是史迪威这样一位美国老派的军人 所没有办法去想象 跟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果然后来 可是这个在当时的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讲 这个就这个蒋中正委员长来说 他的考量点当然是更多了 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 长期战争的损耗 已经接近到这个崩溃的这样的一个边缘 他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美国政府的物资应该直接交给国民政府来分配 这个而不是交给史迪威 或者被史迪威扣在印度 去完成他所谓的战略上的这样一个构想 你说这三者有什么对错吗 其实这三者考量都对 只是这三者看这场战争的角度不同